一生都听佛菩萨安排 佛菩萨给我安排的都是最殊胜的 我们自己要能体会得到 要能受用得到 那无论在逆境瞬间 善缘悦缘 都生欢喜喜乐 不生烦恼 生智慧 身心舒畅 自在快乐无比 无量寿经会给我们 再说贴切一点 阿弥陀佛给我的 释迦牟尼佛给我的 也印证了 我出学佛的时候 方东梅先生告诉我 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 你学佛在一生当中 没有得到真正的发喜 你别学了 你没有学 你要学佛 你怎么会是这个样子 学了佛之后 无论善缘 卧缘 瞬间逆间 没有快乐的 为什么 都在提升自己 这就像考试一样吗 看你还骑不骑人能力 瞬间 善缘 你生不生贪爱 生不生欢喜 喜怒哀怒 都是情之 遇到逆缘 缘亲债主 你拥有成会 顺今善于 不生欢喜 逆境卧远 不生成会 永远保持那个心 亲近平等旧 咱们经题上的五个字 那是真的发现 无论什么境界 我们的心充满了 亲近平等旧 不迷 对于顺利境界 善缘无缘都是恩人 为什么 没有这些人来磨练 你怎么知道 你的功夫达到什么程度 要经得起磨练 每一次考试顺利通关 都很喜 一个妄念都没有 一桩喜求没有 岸分守己 这听天由命 天上佛菩萨 老祖宗 替我安排 我在这里头锻炼 成就自己 一桩喜 清净心 平等心 绝无的心 薄米 样样清楚 样样明了 发戏充满了 父子所说的 不遗于乎 学而实习之 不遗于乎 所说的习 是落实到生活 落实到工作 每个人 从事的行业 顾有顾的事业 出家人的事业 就是讲经教学 那释迦牟尼佛 表演给我们看 他19岁出家 30岁 正道 就是大车大悟 悟之后 就开始教学 教了49年 一天都没空过 教学快乐 给大家来做分享 真自在 过去 现在 未来 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 处理得非常好 往生极乐世界 真有把握 想去就去 想留就留 实在 我们 想留 不是我们的 本源 我们的本源 是希望早一天 到极乐世界 佛叫我们留 那就留吧 留在这干什么 做样子 给大家看 像海鲜老和尚 祝师 一百一十二岁 那是他的说明 不是啊 他的寿命 也不过就是七老八十 为什么多活了 二三十年 这就是阿弥陀佛 祝福的 修得很好 这个样子不错 样子很好 多住几年 给出家人 看看 给念佛人 看看 是这么个意思 你要能看得懂啊 你要能看得明白 然后 你自然会 心安立等 要不是为这种事情 早就到极乐世界去了 要不是为这种事情 早就到极乐世界去了 这种事情 就会让我看得懂啊 我看得懂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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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